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最新声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美国致力于保护国家的经济和安全 不能够容忍中国企图非法获取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 用于军事目的 而在香港目的上蓬佩奥表示 美国正在考虑欢迎香港人来美国 在这一份周一发表的声明中 蓬佩奥表示 川普政府致力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平互惠的关系 并且继续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生 还有研究人员的重要贡献 然而政府也致力于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 我们不会容忍中国企图从我们的学术机构和科研机构 来非法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 来用于中国的军事目的 而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上周五发表公告表示 禁止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公民持学生和学者签证进入美国 这一项禁令涉及持学生签证 还有访问学者签证 来到美国就读研究生 以及从事研究生与博士后研究的中国公民 也包括攻读本科专业的中国学生都不在此列 而蓬佩奥表示总统这样的举动 是中国政府战略和政策的直接结果 这些战略和政策利用中国一些最优秀的研究生 还有科研人员在目标领域的机会 转移和窃取美国机构的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 不正当地利用我们的开放协作的学术和研究环境 而这样的行动将有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 还有经济安全利益 以及美国科研企业的生产力和安全 而川普总统在声明最后还表示 美国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个别人的恶意行为 而不是中国人民 他表示中国政府利用研究生和科研人员来获得军事利益 而这些人只是中国学生和学者签证申请人中的一小部分 同时他表示我们期待这一新的签证政策 将有助于改善开放和透明的环境 让美中两国的学者能够更加信任地交流 与此同时美国还将继续尽其所能保护美国的技术和机构 确保国家和经济安全不受到外国干涉 而另外一方面蓬佩奥表示 美国正在考虑欢迎香港人来美国 以回应在中国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的立法 蓬佩奥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智库 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时 被问及了美国是不是要考虑欢迎香港人来美国 他没有具体透露移民配额或者是签证的细节 只是表示正在考虑中 他说我们正在考虑我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 如你所知英国与香港有着不同的关系 香港有许多人持有英国护照 而香港与英国的关系历史悠久 情况是十分不同的 但是我们正在研究相关的事项 而英国在上周曾经表示 准备为近三百万香港居民提供扩大的签证权利 以得以获得公民身份的更多途径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文章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周一又买入了至少三批美国大豆 甚至有消息人士表示 在华盛顿表示将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 以及惩罚北京之后 中国政府本来是已经告诉国有企业停止采购的 根据三位了解交易的美国贸易商表示 这些采购量至少是十八万吨油脂 将在十月份或者是十一月份进行装运 而这个时期正好是美国大豆的出口旺季 美国大豆通常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大豆 三位了解交易的美国交易商对媒体证实 目前还不知道为什么在北京向国有企业发出了不许买入的消息后 又继续买入 但是美国的交易商表示 中国的进口商仍然没有覆盖十月和十一月大豆需求的大部分份额 有一位美国出口旺季商表示 现在的情况真的很难说 一切都看不清楚 也许是他们想在价钱上便宜几分钱 也有可能有其他的目的 他们的确需要这一些大豆 此前有两位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已经通知国企停止大规模采购美国大豆和猪肉 其中有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国企对美国玉米还有棉花的采购也已经被搁置了 而周一的大豆销售量与近期国企一次采购总量在一百万吨以上的销售量相比 规模是比较小的 有消息人士表示 如果华盛顿想对香港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中国准备暂停进口更多的美国农产品 那么现在中国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 而任何持续停止购买将进一步威胁到一月份所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所达成的购买数字的协议 当时中国承诺将大幅度的提高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 此前中国曾经在贸易战期间削减了美国农产品的进口量 现在美国的农业部还有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都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而在上周五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表示 他正在指示他的政府开始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 以回应中国来实施新的安全立法计划 而在周一中国方面表示 美国试图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将会受到坚决的反制 消息人士表示在川普周五发表评论后 中国的进口商就取消了一万到两万吨美国猪肉的装运量 大概相当于最近几个月来一周的订单 另外一位熟悉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则表示 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川普继续针对中国 那么北京将取消第一阶段的交易 该人士表示在受到川普不断攻击的情况下 北京是不可能从美国购买产品的 而美国的玉米小麦还有瘦肉型生猪期货 在周一都纷纷走弱 因为对贸易紧张局势升温的担忧 大多方面则表示了持平还算有一些亮点 而根据最初的贸易协议 中国承诺在二零一七年数据的基础上 两年内在在基线之上购买价值三百二十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而美国农业部的报告表示 中国在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 仅仅购买了价值十亿美元的大豆 还有六点九亿美元的猪肉 除此之外中国还购买了玉米小麦和大豆等 但是最近几周 中国在巴西的出口旺季期间 开始从巴西来购买大豆 现在中国的私人进口商还没有收到政府下令暂停所有购买的命令 尽管商业买家现在保持非常的谨慎 根据一家大型贸易公司的消息人士表示 有一定规模的贸易将被停止 但是这并不是说全面的停止 而是有步骤有计划的相应暂停和减缓 他补充说中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其他农产品的卖家 而由于事情的敏感性 上述的消息人士均拒绝透露姓名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现在的抗议局势 刚刚华尔街电视为您现场直播了美国总统川普对全国的讲话 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个周末 全美国各地有示威人群走上街头 抗议美国的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在五月二十五日 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被警察控制时死亡 后来部分的和平抗议演变成了抢劫纵火 还有其他的暴力行为 尽管美国的大多数主要城市现在已经实施了宵禁 并且增加了街上的执法行动 但是酝酿中的种族紧张局势已经达到了爆发点 现在的情况是几十年来未见的大规模社会动荡 从西雅图到首都华盛顿的许多美国城市 白天还是和平的抗议示威 到了夜间就会出现骚乱和破坏 而现在美国至少有十二个州的州长已经动员了国民警卫队 来平息暴力并且恢复秩序 这是弗洛伊德被警察押住警部八分钟中后去世紧张局势 持续升级的最新应对举措 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员肖文 用膝盖将弗洛伊德的后警压在地上导致他死亡后 现在警员本人面临着三级谋杀指控 但是示威者要求严惩 包括对其他涉案人员的指控 而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的抗议人士则表示 我想为我的人民做出改变 因为这类事情不断出现已经太久了 各个地方都需要改变 因为很明显如果我们只是继续谈论 或者是继续在社交媒体上发些东西 那什么都不会改变 而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自从星期四以来 警方已经因为暴力事件在全国有二十二个城市 逮捕了大概一千七百人 而暴力事件导致了数十家商店被烧毁 警员受伤 还有示威者因此丧生 而弗洛伊德的死亡在明尼阿波利斯激发的行动 已经传到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 有数百人聚集到伦敦街头来声援寻求种族平等的人 而川普总统在商业航天器成功将美国宇航员送上太空后 发表的讲话中表示 他支持和平抗议活动 但是不会容忍违法和破坏行为 他表示对弗洛伊德的追议遭到了暴徒掠夺者 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的玷污 安提法还有其他激进的左翼组织 正在引导暴力和破坏行为 他们正威胁无辜者摧毁工作机会 损害商家并且烧毁建筑 此前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在一个动荡的夜晚之后 发出了为总统辩护的消息 奥布莱恩当时表示 总统对此感到愤慨 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愤慨 必须制止这种行为 我们要求联邦调查局调查安提法 并深入调查这些暴乱者 我不希望把他们当作和平的抗议者 和平的示威者有走上街头的权利 这是美国人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不同的原因 而随着众多人群聚集在一起抗议示威 现在病毒的传播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在美国的动荡持续之际 感染新冠病毒的美国人数也在增加 死亡人数目前已经超过了十万 而在刚才的演讲中 川普总统特别再次谴责了暴力 认为这是对于美国国家尊严的玷污 而就在刚刚川普总统在白宫进行讲话的同时 就在白宫几百米外 警察向人群发射了催泪弹 以击退人群 后来川普总统在讲话之后离开了白宫 前往昨晚被纵火的圣约翰教堂 在十五分钟前教堂前还有大批的示威者 而警察刚刚发布了催泪弹 自从麦迪旭军总统以后 每一位总统都曾经在这里的圣约翰教堂做过礼拜 而川普总统被记者拍到手里拿着圣经进行相关的祈祷 在讲话中川普总统表示 如果出现暴乱的城市不去解决问题 那么他会出动军队 他同时表示自己是忠于法律与秩序的总统 而在他讲话的时候可以听到几百米外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的声音 尽管目前并不知道这些示威者是否保持了和平 还是有更多肢体冲突的行动 华盛顿市政府宣布晚上七点开始宵禁 而白宫面前的拉法耶特公园的示威人群却在不断增加 在川普总统发布演讲之后 这些人群仍然没有散开 最后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美国当局在周一表示 他们已经将一位前中国官员从瑞典引渡到洛杉矶 因为他面临洗钱还有移民欺诈的指控 美国司法部表示 他们在周五将乔建军收押 他的罪名包括涉嫌串通国际运输 在河南管理的一家政府粮食仓储企业的资金 以及串通洗钱等等 他表示乔冠军用一部分资金购买了加州蒙特利公园的两处房产 另一部分资金用于一个投资移民计划 该计划允许外国人申请美国的公民身份以换取投资房地产项目创造就业机会这样的要求 声明表示作为粮仓的负责人 乔建军涉嫌通过中国大陆香港还有新加坡的银行 清洗了数百万美元的欺诈交易相关收益 而这位被告人的前妻在二零一七年因为谎称自己与乔建军仍然为夫妻 以一币五计划也就是投资移民计划资金的来源而认罪 乔建军将在周一下午在洛杉矶受审 乔建军的案件是司法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第二次与欧盟国家协调 将一位中国公民加速赴美受审 此前在二零一八年十月 美国特工把一位嫌疑人从南京引诱到比利时后进行了逮捕 这是北京的高级情报官员许燕军 他的罪名是涉嫌从通用电器航空还有其他的美国航空航天公司来窃取商业机密 此前瑞典的最高法院曾经阻止了提出的引渡乔建军的请求 表示如果是中国方面提出引渡 那么可能会因为政治性而受到迫害 而根据路透社此前看到的法院文件显示 乔建军曾经表示他在二零一一年加入了被禁止的政党 而后逃离中国 而周一的声明则表示司法部刑事司的国际事务办公室 协助把乔建军从瑞典引渡到了美国 司法部向瑞典政府表示感谢 感谢他们让引渡成为可能 在二零一八年 加拿大代表美国拘留了华为技术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原因是他涉嫌诈骗案 这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 而中国方面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上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法官拒绝了孟晚舟引渡案被驳回的要求 而中国指责加拿大在严重政治事件中充当了美国的帮凶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出的最新指示 他表示要加快海南自贸区的发展 对接国际高水平的经贸规则 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 同时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 根据中国官媒在新华社在六月一日的报道 习近平特别要求要抓紧落实政策的早期安排 以钉钉字的精神来夯使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基础 而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也被习近平鼓励要从大局出发 支持海南大胆改革创新等 根据报道 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了这样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 被认为是中央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科学谋划所做出的战略决策 官媒的报道声称现在的世界正在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同时经济全球化遭遇了逆风和回头浪 因此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建立开放性经济的根本要求 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施范围是海南岛的全岛 到2025年要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 到二零三五年要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新高地 而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要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外界普遍分析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成将对香港新加坡 这些大家更加熟悉的自由贸易港造成竞争和压力 但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高级研究员则表示 这并不会影响到香港 他表示香港有自己的发展 比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 而同时香港可以利用与大陆接壤的优势 进一步扩大服务业运输行业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反腐相关的消息 在北京时间六月一日中国官方发布消息表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仁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根据公开简历显示 仁华生于一九六四年 一九八六年毕业于新疆大学 仕途一直在新疆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信息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在二零零六年的时候 仁华调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市委常委和宣传部部长 在二零一三年担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党组书记和副厅长 二零一七年的时候 仁华担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自治区文化厅党组书记和副厅长 二零一八年的时候担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自治区文化厅党组书记副厅长 一直到现在被调查 二零一六年六月至二零一六年十月 他还担任了中央巡视组第十轮巡视第四组副组长 而同时他也是二零二零年全国两会后被查的首个省部级 而仁华本身是山东人 被认为是治理新疆的山东邦的一部分 因此也有分析表示 仁华此轮被查或许将牵出更多的上线人物 而其中王乐泉可能是之一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如果美国真的把美元系统与中国切割 那么打响金融战危害会有多大呢 文章介绍说 现在有一个新的让人感觉到不安的问题 突然迫在眉睫 在北京计划在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之后 川普政府是不是会用美元的力量来伤害中国 虽然中国背向对待俄罗斯或者是伊朗一样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但是美国总统川普没有提到对香港或者是中国金融机构的制裁 仅仅是金融战的风险 包括被切断与美元体系的联系 对于中国而言已经是不可想象的 官员和分析人士表示 如果华盛顿把中国的企业和金融系统 与美元的支付系统切断 而美元的支付系统是以SWIFT 国际支付信息传递系统和清算所银行间支付系统 等基础设施为支撑的那么华盛顿这样的做法 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海啸 将全球金融带入未知的领域 对于美国而言这显然是一个核选项 因为在内部讨论中了解到北京对美国可能对香港国安法反映的中国官员 这样表示这将伤害中国 但是可能对美国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 这一位拒绝透露身份的官员表示 这种情况在中国被认为是低概率的事件 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样的行为更接近于一场热战而不是冷战 该人士这样表示 现在利益牵扯已经不能再严重了 因为这样的行为可能会严重改变未来几年的世界经济格局 与世界上其他几乎所有国家一样 中国在大多数国际贸易融资和投资活动中都倚赖美元作为支付方式 而香港的金融机构往往扮演着门户的角色 而专家曾表示是中国对于美元的使用 帮助美国维持了货币在国际体系中的奢侈特权 北京对于美元的看法很复杂 一方面中国政府坐拥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 其中一半以上的外汇储备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 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也把美元视为一种战略资产 限制中国公民每年将人民币兑换美元的能力 在五万美元以内并对企业把美元转出国门保持警惕 然而另外一方面过去十年来 中国政府一直在竭力削弱美元的力量 中国前央行行长在2009年的时候就提出 应该创造一种新的超主权货币来取代美元 中国鼓励在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 在上海建立了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合约交易市场 发展了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签署了数十项双边人民币货币互换交易 甚至创建了自己的多边银行 然而这些努力只取得了有效的成效 因为美元仍然是全球交易员投资者和央行的首选 而与美元相比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用途是十分有限的 来自swift系统的最先数据显示 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仅为百分之一点六六 而美元的占比高达百分之四十三 此外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的使用量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香港进行的 因为香港予有内地独立的货币和金融体系 由于港币和美元挂钩可以自由兑换其他货币 因此港币是中国获取全球资本的一种手段 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可能会削弱甚至打破这些联系 剥夺中国获得全球资金的机会 同时损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并在此过程中伤害美元 此前美国已经对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实施了金融制裁 国有石油公司因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被处罚 昆仑银行也被切断了美国的支付系统 但是这些制裁往往是有针对性的 没有更加广泛的影响 而香港大学的教授表示将中国从美元支付体系中切割 可能会适得其反 因为华盛顿需要北京继续购买其快速增长的国债 而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持有价值一点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证券 大概占到了国债总额的百分之四点四 如果美国把中国从全球美元支付体系中削减 那么北京将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并加速推动建立不依赖于美国货币的全球货币体系 美国可以欺负没有政治和金融实力的伊朗和委内瑞拉 但是中国的国土面积太大 货币规模太大 所以即使是美国也不敢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 专家分析师这样表示 而中国对于美元的不满其实并不新鲜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二零零九年的时候就曾经表示 在美国的联储局启动了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计划 也就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抵押债券 支持证券直接将金融体系注入资金 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后 他对于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的安全问题有一点担心 而中国央行今年决定恢复量化宽松计划 以帮助经济度过冠状病毒的爆发期 这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现在中国大型直辖市重庆的前市长黄岐帆表示 美国不应该无休止的发债 也不应该无限制的进行量化宽松 因为这对于美元的价值构成了风险 美国国债已经从十二月底的二十二万亿美元 飙升至了现在的二十五万亿美元以上 而美国的联邦储蓄局也已经跃跃欲示 购买国债抵押债券支持证券甚至是企业的信贷 以支持美国国内经济 同时他还向外国的央行开放了新的贷款类型 以帮助缓解包括香港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美元短缺的问题 但是黄岐帆表示 这些措施是为了短视的美国政治和选举周期而涉及的 当联邦政府的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时 那么将达到损害美元的临界点 如果上升到百分之一百五十 必然意味着经济的内爆 美元将失去信用地位 黄岐帆这样表示 现在中国的研究学者呼吁加快努力 减少中国对美元的依赖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 曾经向央行提供建议的人员 在五月的一次在线论坛上表示 面对金融领域的困难 中国必须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 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在海外推广货币 虽然美元仍然是全球货币体系中的锚定货币 但是主导地位也正在逐步削弱 截至二零一九年底 全球储备中美元的配置率 已经从二零一五年的百分之六十六 滑落至了百分之六十一 而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 在二零一四年末 美元的资产在中国外储汇备中的占比是百分之五十八 已经低于了二零零五年的百分之七十九 而中营国际研究员则表示 美国将中国从美元支付体系中孤立出来的任何努力 可能会加速形成新的国际货币秩序 以取代二战后所形成的国际货币秩序 他表示我们将会看到未来的二十到三十年内 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型的货币体系 最后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中国现在尚没有决定好到底应该怎样应对川普 文章表示在川普总统削减了与香港关系举动后 保持了几天的沉默后 北京在周一终于做出了相对来讲比较克制的回应 表示正在等待华盛顿的更多细节 川普先生在周五把他的宣布 作为在北京在实施香港新国家安全立法的回应 而作为惩罚 总统表示他将开始取消与香港的政策协议 包括引渡条约商业关系和出口管制 但是他的宣布也留下了许多疑问 包括政府的行动速度 还有全面的行动范围到底应该是什么 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回答 记者提问时表示 美国政府的举动只是外国势力 最近企图干预香港的企图 他表示美国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严刑 都会遭到中方的严厉反击 他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阻挠中国发展壮大企图注定要失败 同时他强调说是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 保持着自己的政府 还有强大的公民自由 与中国大陆不同的是 它还拥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还有宽松的自由体系 这是维持该是作为中国与世界之间商业门户的关键因素 赵立坚在周一的讲话 呼应了共产党的旗舰报纸人民日报 在周六所发表的一篇社论 说美国企图干涉香港事务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为 不会吓到中国人民注定要失败 而在周六发布的一份声明中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政府的发言人 也对于美国的举动表示谴责 而北京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的教授石英宏表示 现在中国尚没有公布香港新的国家安全立法细节 他表示中美双方似乎都在等待更多信息 出来之后再采取具体的行动 他表示中国可能仍在研究针对美国举动进行报复方案的细节 他说这是一个复杂的情况而且很重要 不仅对香港来说 对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来看 对于中国来言也很重要 但是他表示虽然这种模糊性可能会给川普政府和北京提供政策回旋的空间 但是目前来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愿意退让 他表示双方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原则 现在需要静观其变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现在中美贸易协议正式面临破裂 原因是中国政府已经勒令停止采购 根据熟悉情况的人表示 中国政府官员告诉主要的国营农业公司 要暂停购买包括大豆在内的美国农产品 现在中国政府正在评估与美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其中有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买家还取消了数量不详的美国猪肉订单 他表示私人公司暂时还没有被告知停止进口 停止进口是最新的迹象 表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 来之不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 虽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个月重申了一月签署的贸易协议 仍然会加紧落实 但是自那以后 在北京收紧对香港控制权举动 以及美国的反制对峙中 双方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 中国政府的举动削弱了市场一直以来的风险偏好情绪 标普五百指数期货放弃了涨幅 收低在百分之零点六 美国的十年期公债也抹去了跌幅 再按人民币扭转了涨势 芝加哥大豆期货涨幅易度高达百分之一 但是变化现在仍然不明显 美国总统川普在周五对北京提出对香港实施有争议的新的国家安全法后 对北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 现在北京方面提出要求禁止进口 批评这表示 浙江打压不同的意见 同时北京的做法也破坏了 自从一九九七年香港从英国移交给中国大陆以来 一直需要保持的一国两制原则 中良集团是中国主要的农副产品进口商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他们在周五曾经对二十至三十批美国大豆进行定价寻价 但是在川普表示将对中国官员进行制裁惩罚后 他们暂缓了采购 其中一位人士表示 北京正在等着看川普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商务部没有回应寻求置评的传真 而中良集团方面没有回应电话 川普表示 美国将开始剥夺香港的部分贸易特权地位 但是没有详细说明会有多少变化 以及会有多少豁免 他还承诺将对直接或者是间接参与侵蚀香港自治权的中国和香港官员进行制裁 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细节 股票投资者对于川普的言论反应是积极的 因为他下一步没有提供到底会采取什么样行动的细节和时间框架 目前还不知道美国会在多长时间内采取一系列的选择 从制裁中国官员到对香港征收关税 再到攻击香港的金融稳定 目前都不清楚 而现在虽然川普曾不时的威胁要取消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但是他的顶级经济顾问们却经常暗示 贸易协议将会持续下去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人库德罗在周四告诉CNBC 贸易协议目前确实会继续进行下去 我们可能会在这里继续取得进展 而最近几周中美双方在从病毒到台湾问题等一系列议题上进行了交锋 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高调举行的立法会议上警告表示 美国的一些人正在把两国关系推向新的冷战 并且敦促美国放弃改变中国的一厢情愿 中国在一月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 同意在2020年购买价值大概365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作为其中的一部分重要采购协议 然而病毒的爆发时的计划遭到了破坏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 今年的前三个月中国仅进口了33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是二零零七年以来的最低值 尽管如此 随着中国开始逐渐从病毒导致的封锁中恢复经济 中国之前还是加快了进口的步伐 包括在五月份 今两周内就进口了超过一百万吨的美国大豆 并且罕见地购买了美国的豆油和乙醇 但是随后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升级 川普指责中国误导了世界 给世界带来了疫情和风险 这股余波渗透到了大宗商品市场 中国开始选择购买巴西大豆 而不是美国大豆 下面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最新报道 文章介绍说中国的国家媒体在周日发表了习近平在十三个月前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国今年基本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文章分析认为尽管病毒对经济造成了影响 但是北京可能会在宣布其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上宣告胜利 这样一个去年四月的闭门讲话的发表 标志着政府在疫情爆发后 正在灵活地阐述自己的政策目标 现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季度的经济规模萎缩了六点八个百分点 再到二零二零年的十年内 将国内生产总值规模翻一番 被视为执政的共产党推动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所谓国家复兴的一个里程碑 实现这样的目标要求今年最低增长是百分之五点六 但是中国在第一季度录得了四十多年来的首次经济萎缩之后 这个目标越来越显得遥遥无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上 进行了讲话 而中国国家媒体在周日发表了他在十三个月前的讲话 其中他表示中国基本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这表明尽管冠状病毒造成了经济上的影响 但是中国却仍然没有放弃这样的目标 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中国政府首次没有为二零二零年的GDP增长确定目标 这是二零零二年首次这样做 但是习近平在党的喉舌求是杂志上发表的讲话认为 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是衡量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准 与数字一样重要 讲话表示要引导全社会有正确认识 客观反应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缺陷 防止不切实际的高目标盲目攀比 习近平还表示二零二零年GDP翻一翻的目标 并不意味着每个省市的经济总量都要翻一翻 中央政府已经承诺了仅三点六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 以及四万亿的减支计划 以帮助经济复苏 虽然新增的支出和减税的总和很大 但是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是要解决好薄弱环节 他将其确定为是极度贫困的人口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卫生公共服务 还有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薄弱环节 而全国政协下属的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周一表示 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因为今年可能增长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 意味着二零二零年的GDP是二零一零年的一点九五倍 关键是要赢得老百姓的认可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他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在线研讨会上这样表示 同时他说为了扶植那些遭受病毒感染的贫困户 防止他们再度陷入贫困 现在政府的重点是帮扶企业挽救岗位等措施 而宏观政策的重点是保护市场主体 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日经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香港和中国大陆股市在周一出现了飙升 原因是因为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没有就北京在香港新的国家安全法 对香港实施的强硬制裁做出具体的规定 而投资者对此表示宽慰 中国制造业的活动也强于预期为涨势做出了贡献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百分之三点四 达到了两周来的最高水平 川普周五在亚洲股市收市后发表了对于中国的言论 现在中国的护身三百指数上涨百分之二点击 川普当时指示他的政府开始取消与香港定立的全方位协议 这样的协议赋予香港特殊地位 香港失去这一地位的可能性 以及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 促使恒生指数在五月份被拉动下跌百分之七 关于美国将采取的实际措施非常少 股票策略师在给投资者的一份说明中这样表示 因此香港遭受任何限制资本流动的可能性非常低 川普取消香港优惠贸易地位的计划 不大可能对经济增长或者是金融服务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分析师这样表示 总统表示将对被美国认为参与侵蚀香港自治权的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 他还表示鉴于来自中国的监视威胁增加 美国国务院将修改对香港的旅行警告 而市场策略师在说明中表示 川普对制裁甚至触及任何其他新的限制 或者是潜在的贸易壁垒的担忧 都止步不前没有明显的举措 这有助于缓解整个美国对亚洲一些脆弱的神经 而收拾后不久 香港总商会宣布 受访官员中的大多数认为 由于对国家安全法的争议 短期内会对商业运作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长期来看这样的国家安全法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上会表示会员特别关注外国对香港进行制裁的可能性 但是香港恒生指数在周一上涨了七百七十一点 医疗保健和科技股领涨 保险公司友邦保险集团上升了百分之五点二 腾讯控股上升百分之四点五 中国建设银行收盘上涨百分之三点三 分析认为香港和内地的股票 因为数据显示中国五月工厂活动意外恢复增长 标志着一月以来的首次扩张 而香港内地股票因此上涨 不过出口订单继续萎缩 显示在冠状病毒疫情下全球需求不足 中国内地企业占到了恒生指数成分股一半以上 在恒生指数中的权重是百分之五十五 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分析表示 五月独树的回升表明制造业的活动正常化趋势正在扩大 分行业来看 在政策支持下基建投资近期回升势头明显 而楼市活动和汽车销售显示出稳健复苏景象 他表示未来国内消费需求的正常化 还有服务行业将是需要关注的关键 最后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日经的分析报道 作者是日经驻经记者 他开篇写道中国的战狼外交官来势汹汹 在上周四美国总统川普暗示将就香港新的国家安全法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当时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给予了回击 他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甚至在自己的推特上面发布的新闻发布会视频片段中 加入了豪迈的背景音乐 似乎是为了提高国家的威信以及自豪感 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位中国的职业外交官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而战狼这个词越来越多的被用为中国的外交政策 这取决于一部二零一七年热播的中国动作电影 描述了一位前中国突击队员在战火纷飞的非洲国家拯救同胞的大胆勇敢任务 由于一九八二年的好莱坞电影第一滴血类似 这部电影也被称为是中国版的蓝博 而赵立坚在三月份的推特上面曾经发文表示 可能是美国军方把病毒带到了武汉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现在他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受欢迎 许多中国人欣赏他对美国的批评 现在美国在与华盛顿的斗争中似乎他有了一个主演的角色 但是日经的记者分析难道这就是一个外交官的工作吗 即使是政客在批评其他国家 还需要外交官在幕后寻找共同点 没有这种角色分工就没有外交关系 不过外交这个概念对于中国来说是比较陌生的 历史上中国历代王朝都是基于汉族中心主义 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因此不承认其他国家是主权国家 没有国家之间保持平等关系的概念 一八六一年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两国打败后 就成立了主管外交政策的政府机构叫做总理衙门 由于中国被迫向欧洲的要求低头 中国的外交开始与屈辱有关 记者表示上周我试着去故宫东面大概两公里处的总理衙门就职进行参观 遗憾的是由于病毒通往他的道路仍然封闭 由于我不是中国的公民所以不允许我通过 作者表示我去逛了一圈才知道 在南边还有一个与中国外交有关的重要场所 一九四九年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旧址 他表示那座原来在清朝时期作为宾馆的建筑 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只留下一座宏伟的大门 前总理周恩来作为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 想好了要在这里向世界介绍中国 同时作者表示在周恩来的时代很少有人能想象到中国会成长为今天这样的超级大国 夺回世界舞台中心地位 但是风险在于在某些方面中国现在正在寻求哪个没有外交 只有自豪感的时代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